天蠍大地翹起尾巴 看起來英勇威武 人馬造型的射手座 舉起弓箭吸引遊客目光 燈會五大主題 28個燈區中的創意燈區 打造12星座星空狂想曲 將浪漫的神話星座 用精美的花燈創意呈現 以各星座幸運色的綠洞 引領來賓穿越星空 進入星座神話的狂想光郎 讓賞燈遊客 紛紛和自己的星座合影 臺灣燈會舉辦24年來 首見的星座花燈 歡迎遊客來對號入座 為什麼畫面孝羽合照 因為我本人是二月出生的 所以我覺得孝羽座 是非常符合我個人的個性的 然後再來是因為這個燈會 它做的這個星座 每個都非常各自有自己的特色 是射手座 你來燈會有一個天啊 有知道這個選擇嗎 不知道 是很驚喜 我看大家都跟自己星座合照 所以才會選擇自己星座 早上的創意燈區同樣精致吸睛 秋縣長和中華花燈藝術學會 理事長黃文泉 還有花燈創作藝師 一同走訪古羅馬競技場 意境的創意燈區 規劃了以這個十二星座 而熟能詳 每天打開收音機 打開電視機看到的這是星座 我們看到只是文字的星座 我們把它花燈畫 把它跟我們結合在一起 2013愛你一生的愛情燈 讓情侶甜蜜合影留下紀念 就在創意燈區旁邊 今年的交流燈區 請來江蘇省蘇州市 一起共襄盛舉 以美好江蘇 天堂蘇州為概念 江蘇州員林搬到台灣燈會 精緻的亭台樓閣 小橋流水 讓台灣遊客感受 古色古香的員林氛圍 更透過台灣燈會 擴大兩岸交流